這個球在右外野方向相當深遠 不用追 去年哪場比賽你印象最深刻呢 大概2、30場吧 然後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就是0比6那一場 就是一開始LAMIGO 因為保留比賽的關係 他們先贏了6分 然後後來又 統一就是在一局 一兩局之內就是追到了6比6 然後雖然說那一場比賽算輸球 可是就是當下 看到6比6的時候很興奮 而且那時候 我好像其實還在火車上 對然後就蠻開心的 對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0比6原本落後的那一場 那原本以為沒有希望了 結果進場之後就是 又燃起了一線生機 對然後場面非常的熱烈 大概有15到20場左右 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場 0比6落後那一場嘛 追品嘛 那是我覺得最激動的一場比賽 台湾球場後17場 然後外加高雄兩場 桃園一場 所以群聯度總共 中央直播20場 然後 結果英雄應該是去年的 6月16號在台南 好 統一對兄弟相 因為打了將近快到12點 結果六局 裁定 何局 去年大概進場 大概3到4場 然後 然後 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是去年的那個 雙4組 比賽 再澄清我 大概20幾場吧 然後 印象最深刻 就是楊家維 再見全雷達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到粉絲團點 各贊 或是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呦 謝謝 謝謝 謝謝